第五集 小娘伸手接过桂姐儿,亲了亲她的额头说, 咱家桂姐儿也看新娘子来了。 一边摸着桂姐儿的屁股,却没有尿湿,忙抱了往无人处把尿。 把完尿却大往前边去让张大婶抱着,自己又跑进跑出的忙。 张大婶为桂姐儿吃了半碗米糊,便拍着她的背,把她哄睡了。 第二日,张黑桃出厅堂进茶室,桂姐儿坐在巧娘怀里,倒是看了一个仔细。 见张黑桃肤色略黑,相貌其实一般,只是宽肩风臀,嘴角带笑,步履身风,显得是一个有主见的人。 连带着看起来,便有几分神采。 带着张黑桃进完茶,众人又打趣道, 还没进你相公呢。 这名夜间分外的精神,一看就是被张黑桃打扮过一番的。 这会儿略略脸红,眼睛看向正婆子,拿不准众人是打趣她,还是新娘子真的也要进新郎一杯茶。 却不知道,是谁人又倒了一杯茶放在盘子上,早递到张黑桃手里,直鼓噪的。 快些喊你相公请喝茶,你相公自然得封你一个大大的红包,保你满意。 张黑桃眼看桃不够,干脆大大方方地把茶递与正明夜的。 相公请喝茶。 众人接大笑,开向正明夜的。 喝了你娘子的茶,便得把身上所有全交于你娘子,以后也摸在你娘子面前欺满,须得一切清清白白的不得藏私。 正明夜红着脸,不知道怎么打,正婆子却从后拉拉她的衣袖,把一个早准备好的红包塞进她的袖子里。 正明夜这会儿,倒机灵起来,摸出那个红包,放在张黑桃手上的茶盘上,轻声说,以后便需娘子与我持家了。 众人见他这个老实人,好不容易憋出这句话,也不好再捉弄他,相公笑着道, 好了,新人敬完茶了,新郎且扶了他进去,这过门头三天,却该好生伴着续些话的。 过得三日回娘家做客,自然神采奕奕,也是郑家人的皮面。 正闹哄哄地说着,于正明夜这头婚事,出了一些力的沈婆,朝门口喊了一声道, 这事来了,便进来让新人敬一杯茶吧。 众人场外一看,却是郑明星的老婆吕氏。 当初郑伟生去世时,郑明星仗着自己是原配所生的儿子,又得了宗族的支持,硬是霸住了几间商铺,又发狠话对正婆子道, 你别在我跟前冲什么母亲,我的母亲只有一个,早买土里了,将来你百年之后,也休想我去拜你一拜。 如今趁早教科清楚,免得再亲承不亲。 郑伯子身边没有一个得力的住者,自己两个儿子又还没有娶亲,在郑家族人面前尽是说不上话。 又被郑明星叫嚣着要赶走他们,一时只怕连房子也分不到,只得忍气吞声地由族人做主分了家。 得了县下所住的这所院落和十几亩宝田,硬是撑着把日子过了起来。 如今郑明发欲待考举人,郑明业又娶了亲,对于郑婆子来说,已是苦尽甘来了。 这下见了吕氏,那个脸却一下子拉了下来,哪有半点让她进门的意思。 沈婆做好做歹,转头对郑婆子说, 再怎么说,吕娘都是你大媳妇儿,如今让小媳妇儿浸上一杯茶,喊上一声大嗓。 郑家人齐齐整整,岂不是好,何必再置气? 吕氏几个儿子也见大了,却不会读书,只一味的好吃懒做。 郑明星又好赌,虽然有几间商铺,却不禁折腾,日子越过越不如鲜石。 自大听说,二叔郑明发在方达的帮助下,发上正大观人, 欲待明年在考举人时,心中意动,只寻思着怎么借个机会恢复两家关系。 后德镇明夜迎亲,女士卓人先送了礼过来,不想却被郑婆子退了回去。 昨天但要硬着头皮过来,又怕酒席人多,郑婆子要给自己难堪的话,自己不好落台。 今早,却寻了沈婆先说了些些好话,这才赶上门来。 当下,吕氏趁着沈婆为她说笑,自己先跨进了门,硬着头皮,咚的一声跪在了郑婆子膝前说, 婆婆,我们先十次是千错万错,如今只求你原谅。 沈婆自是帮着拉起,又示意吕氏去倒了茶,先来进郑婆子。 郑婆子见吕氏坐地拂晓,虽不十分解恨,也有几分消气。 听得众人纷纷相劝,便也想在众人面前做出大度的样子。 随接了吕氏手里的茶,瞎了一口。 便见郑婆子喝了吕氏的茶,张黑桃忙着过来喊大嗓,又双手捧茶敬吕氏。 吕氏有备而来,在张黑桃的茶托上放了一个红包,又从怀里摸出一个红绸包着的玉琢的。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,这个玉琢却是珍藏了数年的,请与弟妹带着吧。 张黑桃瞧瞧郑婆子,见她点头便收下了,笑着道,谢过大嫂了。 郑婆子虽喝了吕氏的茶,也令张黑桃收下了她的脸。 毕竟心中积怨数年,不是那么容易摆出笑脸来的。 吕氏也知道,一时急不得,只略坐了一坐,就走了。 待得人散了,郑婆子却哼哼着跟乔娘说。 若不是明夜刚娶媳妇,正喜气着。 我不想闹得人不自在,是段不会那么容易让吕娘进门来的。 先前那般做了出来,如今又想回头,这算什么? 乔娘不好接口,只逗弄桂姐儿玩。 桂姐儿见郑婆子一脸的不痛快,猴过去要她抱,又折的一声亲在她的老脸上,倒叫郑婆子忘了刚才的事。 儿啊肉啊的抱起来打拽,又笑着对乔娘道。 呵呵,我且抱着桂姐儿出去走走,昨儿酒席间吃剩了许多鱼肉,放在橱柜内,你五间整治了与大家吃吧。 说着,抱着桂姐儿出门了。 鱼过完年,日子过得飞快,很快就是端午节。 桂姐儿已经会走路了,动作敏捷得很,说话却还是只能发出一个单音节。 多说几个字,舌头就好像打结一样,卷住了含糊不清。 有时想要某件东西说不清楚,只得配一动作说明,把自己搞得像个耍猴的。 这会儿跑到灶下,想拿汤匙,垫了半天,脚尖够不着。 郑婆子问她想要什么,结果只发出一个音。 是,是。 见郑婆子不明白她要什么,只得又耍起猴,伸出两只手指捏在一起,做咬东西状,嘴里发出痴痴的声音。 郑婆子其实知道她想拿汤匙,只是装不明白,逗着她玩呢。 桂姐儿白白表演了半天,见郑婆子还是一脸不明白的样子,一急,嘴里就蹦出, 呗,呗,一边说着,一边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瞅郑婆子,把郑婆子乐得直拍大腿,把她抱了起来,让她自己身上到碗柜里拿了汤匙,又跟着出去看她拿汤匙做什么用。 原来,莱蓉他们正在吃粽子,都是包开粽叶,拿在手里就吃的。 桂姐儿闲烫,把粽子放在桌子上,包开了粽叶,这会儿则拿汤匙咬了,慢慢地吃。 跟莱蓉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一比,她的吃法就显得特别的文雅。 郑婆子瞧了瞧,去跟巧娘说, 我瞧贵姐儿愣是与众不同,小小孩子,行动做派怎么就透着大家闺秀的模样? 你可别被你大嫂窜得着紧了,就松口说要许给他们的哥儿。 贵姐儿将来,指不定是一个贵夫人哪。 巧娘闻烟笑道,贵姐儿还想,再怎么说,也得带她的哥哥们都说亲了,才轮到她。 自然不会这么快,就松口硬撑人家什么的。 再说了,贵姐儿像是个有主见的,这会儿还不晓得什么,我就把她许了人家,将来要懂事了,还不得怨我,还得带她大些,看她自己的意思再说。 因巧娘大嫂懂事,见了贵姐儿就迈不动步,捧在手心里只怕话了,一来就送些小玩意儿,与贵姐儿玩。 又自己做了新衣裳,与贵姐儿穿。 巧娘一推辞,她便当着众人的面,一个劲地说贵姐儿将来是要做她的儿媳妇的。 这会儿先穿她做的衣裳,怕什么呢? 将来她老了,让贵姐儿做好的与她穿就补偿了。 因此,正婆子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只怕巧娘真个会松口,硬撑了她大嫂。 论起来方达家,当然是一门好轻事,只是方达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与贵姐儿年龄差得太多,自然是等不到她长大就要娶亲的。 底下三个儿子看着,又比不上老大老二儿。 正婆子自然就不愿意贵姐儿许给方家了。 得了巧娘的话,正婆子这才放下心来,转头笑道。 明儿是贵姐儿一周岁的生辰,你可莫忘了。 虽说年纪小,也该煮碗长寿面与她吃。 巧娘印了,心中暗笑,来容几个生辰时,大家有时都会忘了。 偏贵姐儿是在端午节次日生的,一吃完粽子就想起她出生那会儿的事来,再不能忘的。 第二日,戴得一碗长寿面摆到面前,贵姐儿偏偏头,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辰。 不容易啊,终于一周岁了,不由眼含热泪,拿了筷子就要去插面条吃。 正吃着,方达和董事来了,董事一进门就嚷道,今儿是我儿媳妇的生辰,我可来迟了。 说着,嘻嘻笑地拿了心打的长命索,去挂在贵姐儿胸前,又往她手腕上附了一条,据说是起过福的红神。 郑婆子见董事对着贵姐儿,又是一口一个媳妇儿的,只得一眼向巧娘示意,让她向董事解说一下,打消她想要贵姐儿做儿媳妇的念头。 巧娘无奈,只得像董事的。 大嫂,贵姐儿先前出生那会儿,婆婆让妈祖庙门口的曾老道给算了一下,说是八字大,得要一个八字比她大的婚配,方才压得住。 大嫂一向喜欢贵姐儿,她将来若能做你媳妇儿,自然是不会被人欺负了去,我也放心些。 只是,姓哥和昭哥大了,自然等不及贵姐儿长大才成亲。 上回,贵哥儿来了,都是拿了她的十辰八字去让老道合了一下,却说不合呢。 趁着今日贵姐儿生成,想带她往妈祖庙里上上香,不如就趁这个时机,让曾老道把你家老三老宿的十辰八字拿了与贵姐儿合一下,看看合上合不上。 合上了谁,自然先认准了,若不然,到时你家老三老四怕要打架抢老婆呢。 说着,先自行笑了。 董事一听这话,也有理,一把抱起贵姐儿就说, 妈祖庙离你们这儿才几步远,也不用再等了,现在就去吧。 从妈祖庙里回来,董事便有些丧气,千想万想,就是想不到,老三和老四的八字也合贵姐儿的合不上。 这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,远看着到手的媳妇就这样鸡飞淡打,与自己不相干了。 一时发狠说,这几个的八字合不上,看我老邦生猪,再生一个儿子出来,配贵姐儿。 一言方出,把郑婆子和巧娘等人笑倒在地,董事自然还是不甘心,嚷嚷的。 喂,你们别小瞧我,我不过才三十多,再想生一个也不是不可能的,住在我们群街的老李家媳妇,年过四十了还能生下双胞胎呢。 方达看他婆娘越说越大声,在旁边咳了一声道,咳咳咳,你要是再能生,也得胖望生个闺女才是,好过你白白眼红别人家的闺女,若还是个小子,怕不把你毁的。 董事这才想起自己本末倒置了,只一心想要贵姐儿做儿媳妇,却没想到自己已生了五个儿子。 若是再生下一个儿子,确实没什么高兴的,这一回想,才寻觉自己刚刚失态了,想再生一个,哪能当众这么嚷嚷的,凶死人了。 只是疼了贵姐儿这么些时候,什么也没捞着,怎能甘心? 于是扯过巧娘说,其实老三老四的八子也和贵姐儿的合不上,这个媳妇我却是没福得了。 贵姐儿做不得我的媳妇儿,那做我的甘女儿,纵承吧。 舅母当甘娘的,这也是常识,真婆子一听这话,先点头道。 贵姐儿还没满月那会儿,曾老道可不是说他八字的,得认个甘娘,让甘娘做天生衣物给他穿穿,压一压才好。 我当时还想着,寸生想个法子,让明发跟方大护家的婆娘说一声,认了她做甘娘。 只是一直拖着,却没想到认亲家舅母当甘娘,岂不是必认方家大护家的婆娘还要便宜些? 此时就这样定了。 董事一听,洗上心头,扶着手说。 媳妇儿成了甘女儿,这也没亏着,得,选个几日,真是到我们家,行了礼数。 让贵姐儿跟着我住几日,咱娘俩亲日一回再送回来。 以后许配人家啦,假装啦,都得让我穿一脚,不许瞒着我。 巧娘间接大欢喜,不由笑着牵了贵姐儿的手,送到董事面前说。 借儿先让贵姐儿替你亲这个够吧,不用苦苦等那几日啦。 贵姐儿也知道,董事真心疼爱自己,这会儿说定了要认她当甘娘,自己也颇乐意,不由笑的甜蜜蜜的上前抱在董事的大腿上。 董事背着粉嫩嫩胖嘟嘟的娃儿一抱,一颗心早软的不像话,一把抱起,又搓又揉,心肝啊肉的叫,又大惊小怪的说。 人说外甥像母舅,这外甥女却像舅母。 你们看,贵姐儿的这双眼睛,正宗的杏仁眼,童子又黑又透亮,可不是有很像吗? 众人瞧了瞧,哪里像啦? 一时却不去说破,只认董事喜气洋洋的,抱了贵姐儿,去镜子前挨着脸照了一个够。 因这里一周岁前的婴儿不给照镜子,怕她魂魄未全,会被镜子射了魂去,因此贵姐儿这也是第一次照镜子。 一眼见镜中的一个胖乎乎的女娃,一张脸粉嘟嘟的,双眼又黑又亮,鼻头却圆圆的,小嘴巴翘翘的,知道这就是自己。 不由对着镜子张开小嘴打个哈哈,怪不得别人都喜欢捏自己的脸,原来长成这样。 对呀!